前方就是百米高的悬崖 两岸之间仅有一根枯木作为桥梁 看了眼身后的追兵 劳拉毅然爬上了木桥 后方的士兵急忙开枪射击 劳拉受到干扰瞬间跌落下去 他在水里拼命地挣扎 努力让自己浮出水面 可湍急的水流丝毫不给他机会 好不容易浮出水面 他努力地伸出双手 可湿滑的岩壁根本抓不住 眼看前方就是断崖 但幸好崖壁间停放着一架破败的飞机 劳拉找准机会抓住飞机的尾翼 可水流实在太凶秘了 劳拉再一次被冲走 他成功抓住了飞机的机翼 看着百米多深的崖底 劳拉不由地双腿发软 但他知道 此时害怕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于是他努力悠荡的身体 终于成功爬上了机翼 但随即又意识到了威胁 破旧的机翼不知被河水侵蚀了多少年 如今已经摇摇欲坠 眼看就要坠落悬崖 劳拉很清楚现在的处境 不允许有丝毫的犹豫 他小心地站起身 然后卯足力气拼命向机身的方向奔跑 在机翼掉落的一瞬间 跳起抓住了机身的框架 看着碎成渣的机翼消失在水里 劳拉劫后于声般松了一口气 他来到机舱里 企图利用一块突兀的铁板磨断手上的绳子 可死神似乎在和劳拉开玩笑 失去机翼的飞机残骸丧失了原有的稳定 即将被湍急的河水冲下悬崖 劳拉发现了危险 加快了摩擦的速度 终于在最后一刻 磨断绳子转身抓住了飞机后方的隔板 幸好 飞机残骸再次横在了两块巨石之间 劳拉也在几次撞击后停了下来 然而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劳拉刚要起身 支撑的铁板瞬间断裂 劳拉回头看了一眼上方的跳伞包 降落伞虽然破旧 但总比没有好 但随之又迎来更大的困难 前方来到一片森林 劳拉只能用身体硬航飞速袭来的树枝 终于一阵剧烈的翻滚后 劳拉成功着陆 她勉强撑起还剩半条命的身子 这时腹部一阵酸痛袭来 一根尖锐的树枝刺穿了她的肚子 劳拉忍着剧痛拔出了树枝 不远处传来海水拍击海岸的声音 劳拉顺着声音走过去 果然眼前是一片大海 看来她已经成功来到了那个传说中的小岛 几天前 劳拉发现了父亲留下的摄像机 得知父亲为了复活王妻 去了那个封印死神被迷糊的小岛 为了找回父亲 劳拉决定立刻前往那个小岛 相传被迷糊是日本的第一个女王 她拥有十分强大的邪恶魔法 能够蛊惑世人 散播瘟疫 于是被称为死亡之神 直到一位英勇的将军出现 倾尽全力将其封印在了一个神秘的小岛上 劳拉得知父亲去了封印被迷糊的小岛 随即动身前去寻找父亲 她来到东方神秘大国 找到父亲朋友的儿子阿祖 成功说服对方驾船 一起去寻岛 当天晚上 他们遭遇了强大的风暴 船体撞到礁石 遭到了严重的损坏 拥有丰富航海经验的阿祖 夏令立刻弃船 劳拉奋力一跳 落入水中 汹涌的海浪逐渐退去 劳拉成功来到了海滩上 这时 一群黑影出现在眼前 接着便被鸡晕失去了知觉 原来他们 被一个名叫圣三一的邪恶组织绑架 这个组织同样在寻找 悲鸣户的墓葬 几个月来 开山探动 但都一无所获 劳拉醒来 发现父亲的日记本不见了 原来是被组织头目丧彪发现后没收 紧接着 根据日记本里 对悲鸣户墓葬位置的记载 丧彪带领队伍 来到了一个巨大的拱石下 随即命令俘虏们 开凿山时 寻找入口 阿祖和劳拉不堪压迫 决定反抗 阿祖趁守卫 不注意一铲子 将其打倒在地 劳拉则趁机逃跑 不远处的其他守卫健壮 立刻向劳拉开枪 阿祖则急忙用铲子 将其干翻 丧彪健壮举起手枪 打中阿祖肩膀 而劳拉则成功逃了出来 为了逃离后方的追兵 劳拉不得已跳下悬崖 并顺利来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晚上 睡梦中的劳拉突然惊醒 一个雇佣兵找到了他 二人随即展开厮杀 最终劳拉 凭借出色的格斗技巧 解决了雇佣兵 就在这时 一个蓬头垢面的人 出现在眼前 这个人原来就是劳拉的父亲 父亲替劳拉处理了伤口 然后告诉他 之所以一直留在岛上 是因为自己是唯一知道 悲迷糊墓葬位置的人 他要在这里守护着墓葬 防止被坏人发现 可当他知道劳拉并没有 烧毁他的日记 反而已经被剩三一头 墓丧彪夺走时 脸都气歪了 这边丧彪果然发现了墓葬的入口 劳拉为了阻止丧彪 进入墓葬决定 于死往后 他利用弓箭射死守卫 救出了阿祖和一众俘虏 可父亲却莫名其妙地 被丧彪俘虏 丧彪用父亲的生命 威胁劳拉开启墓门 劳拉无奈只好同意 劳拉爬上埋藏着 悲迷糊的墓石大门 只见他用力 旋转大门上的巨大旋钮 当最后一个旋钮转动完毕 所有的旋钮开始缩回 然后整个墓石的大门 瞬间坍塌 一个硕大的洞口 映入眼帘 一行人利用绳索来到洞内 发现这里到处都是人类的残骸 接着一股阴风袭来 众人只觉得背后发凉 忽然劳拉似乎触动了什么机关 下一秒 第一次就把这个大胡子带走 这时 劳拉发现了前方一个断桥 丧彪点燃一个燃烧棒扔了下去 下面竟是无数的矮矮白骨 人们架起一架梯子 顺利通过 这时一名雇佣兵触动了机关 两片巨大的圆盘堵住了去路 接着地板开始迅速的陷落 幸好劳拉集中生智 将绿色宝石放入钥匙孔 及时中断了机关 随后人们终于来到了背迷糊的请殿 穿过一些婢女的墓室后 见到了死亡之神背迷糊的光果 雇佣兵黑哥不顾劳拉妇女二人的劝阻 执意要开关 随着盖板被打开 一具保存完好的女尸不现眼前 但尸体很快被空气氧化 变成了一具哭 劳拉看着墙上的壁画 似乎明白了 背迷糊并不是被封印在这里 而是自愿被埋葬在这里 丧彪命令手下将尸体抬出 不然 原来是尸体下方有机关 可这时雇佣兵的手迅速变黑 像是感染了什么可怕病毒 不一会儿就变得异常猙獰 丧彪见状赶紧开枪解决了他 原来背迷糊感染了某种致命的传染病 他为了子民的安全 才躲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岛 显然丧彪的目的 就是背迷糊身上的病毒 只见他拿出钳子 取下了女士的一截手指 放入袋中 劳拉察觉到不妙 立刻捡起登山稿展开反击 丧彪也不慎被劳拉的父亲 大山一枪命中大嘴 劳拉拼命逃跑 一个大胡子雇佣兵 在后面狂追不舍 劳拉心生一技 利用木道里的机关 成功消灭对手 而此时同样被感染的雇佣兵胖哥 突然抱起攻击大山 被一枪击毙 大山却也因为触碰黑哥 被病毒感染 大山发现自己命不久矣 并且绝不能让病毒传播出去 于是决定牺牲自己 二人 Kiss Kiss之后 劳拉拼命向出口逃去 大山则打算用炸弹摧毁这里 可劳拉却在半路上遭遇了丧彪 眼看丧彪即将到达对面 劳拉一个助跑 为了防止丧彪逃出去 他直接将梯子踢落悬崖 接着劳拉找准 实际攻击丧彪的脖子 然后趁机将丧彪口袋里的那半截手指 塞进了他的嘴里 接着一脚将其踢下悬崖 此时 大山已经将炸弹引爆 牧师也开始塌陷 劳拉健壮奋力一跳 在登山搞的帮助下 成功爬了上来 并在牧师完全坍塌的最后一刻 抓住了升降机 随后被早在外面等候的阿祖救了上来 并最终劫持了雇佣兵的直升机 逃离了小岛 好 好 感谢观看